世界麦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r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有新的消息新的video 您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我们今天这个video呢 我想跟大家第一呢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 2021年端午佳节愉快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那在前几天呢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澳洲的New South Wales 就新州 居然要开启了所谓的Pilot Program 让国际学生能够回到 雪梨回到New South Wales来读书 那当然通常人家讲到 New South Wales 大家都想到只有雪梨而已 其实不只啊 还有那个Southern Cross 南十字星在Lismore 他也在New South Wales 还有在Newcastle 在涡隆港那些地方 都是开的 那当然啦 这个Pilot Program 我不觉得会去先到 New South Wales的这些偏远的大学啦 一定都还是来雪梨啦 那这个消息呢 其实我看了我觉得 还是要继续在观察 怎么说呢 那去年他们不是也开了Program 然后这个Pilot Program 不是也去了南澳 还去了这个这个 北领地吗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停了 停了大半年 到今天为止 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又开了一个New South 那至于未来会不会再开 Victoria 威多利亚省 开Queensland 开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或是Tasmania 到底会不会 我们不知道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到底 写了什么东西 好 这个是三天前的新闻 那当然啦 我们也是花点时间去做一点research 因为有些新闻记者只是把这个 政府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而已嘛 那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他写什么东西啊 那在 International would be welcoming back to New South 所以呢 他们在7月的时候 就希望把这个Pilot Plan Pilot Program Announce出去 那也就几个礼拜的时间啦 那他们会希望每两周来250个学生 那很多人说 那我国际签证我也批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OK 很重要哈 你不要自己去申请Travel Exemptions 你如果是New South的这个学生的话 留学生的话 记得你透过大学去帮你申请 你看到这个250个 这基本上就是大学帮他们申请的 你要透过大学去申请 然后你才能过来 然后大学会帮你安排怎么飞 飞去哪里 然后再一起再飞进来 所以有特别 他们有一个专机 专门接送国际学生机 但不多 而且每次就是两个礼拜 那为什么两个礼拜 因为隔离就是14天的时间 所以隔离完以后再换下一批隔离的 那当然这里没有什么风险 我相信大家已经一年来被这个病毒残留 这个时间一整年的时间了 大家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的能力 那当然很多人不管了 很多人飞去美国去读书干什么 甚至打针啊怎么样的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生命还是很可贵的 所以大家要自己有这个智慧去做判断 那我们这边就把事情和新闻 把它透明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New South Wales新州的这个财长呢 他在年底之前会开放到500个学生 每两周啦 那其实这样还不错 那还不错 那至于其他州会不会跟进 他们已经有一套的program 那我相信这个program呢 会把它copy给其他的州 比如说Victoria 和昆山和习澳 然后让他们去follow 那这个program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quarantine的这个隔离的 不是隔离酒店喔 他们的隔离学生宿舍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commodation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accommodation全部都是学生 然后全部是利用隔离来用的 所以呢 到底这一个计划能够走多远走得多好 那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很完整的 把这事情全部搞定了 这样大家都可以回去读书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地方 他原本这一年 基本上损失掉了25万的国际学生 那希望这未来可以 也是一样 这经济上没有问题 还有在New South 他本身他的国际教育体系是 整个州的第二第三大的产业 所以在这边他也提到了 我们不能 他们这边讲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下去 因为加拿大 美国 英国 他们在这段时间还是不断的 一直吸取留学生去那边读书 但我觉得北半球和南半球 做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啦 因为南半球的话 澳洲跟New Zealand就非常保守嘛 那加拿大不以致凭 美国他现在是这个疫苗很多 他连旅客去了都给他打 OK 那英国呢 虽然他有疫苗 但是英国最近他的这个疫情呢 又暴增了 数量要暴增 到底安不安全 我觉得这很两极化的说法 我有遇到有人还是去了没差的 那又遇到有人发生问题的 所以所以有这边讲啊 生命可贵 大家要自己有这个智慧去做好 自己的决定应该要怎么样 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篇的新闻呢 这边也讲到 他说这些国际学生呢 首先呢 重点 Medical Postgrad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什么意思 你一定是医疗体系的学生为第一顺位啦 所以如果你是读商的 你是读旅游的 你是读IT的 对不起 你可能不会在这班飞机里面 或是甚至这一年的飞机里面 都不会有你的名单在里面 他们希望前面刚吸收回来的学生呢 都是这些医疗体系 因为本身澳洲也需要这些人才 需要这些已经快要毕业的 或即将毕业的 直接读完毕业以后 我相信那个身份或申请 基本上就留给这些人啦 因为如果你看这一年来跑的是什么 Priority Skill Occupation 和Critical Sector的Skill Occupation 那些职业都是医疗体系的人 那这些人只要毕业的话 基本上也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边其实他的 这些数字案讲的东西呢 都是跟前面那个没有差太多 那这些学生从哪里来 从中国 新加坡 南韩 我相信还有其他地方的啦 那他们应该都是最后是全部聚集在新加坡 然后在一班飞机飞进雪梨 所有人都飞到新加坡 然后再飞 这也是为什么 澳洲总理这一次的G7的这个会议 跟也有在商讨 跟新加坡签订最后的这个Travel Bubble 旅游泡泡的这个协议 那慢慢啦 反正他们年底以前要把它增加到 每两周500个学生的这样子量 那当然啦 这样子看似不错啦 因为每两周500的话 250到500的话 其实也慢慢达到那个 像以前的那样子的标准啦 只是说 我还是有个concern 为什么呢 因为在announce这些东西之前 当然希望这个经济能够好 大家可以赚钱嘛 那这也是好事嘛 就是国家的这些经济 有这些国际悬来 但是呢 今天的这个 墨尔本的这个疫情啊 好像还没有解决 而且墨尔本现在已经解封了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确诊的 那当然他这边还没有提到 是不是还有在抓到其他在 Coinstein和New South Wales的 那我觉得这都是concern 因为现在的这个病毒 我们如果了解的话 因为现在人处在于台湾台北这个地方 发现这一次的病毒 跟一年前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传染力非常非常之强 那你也发现 比如说在印度那边 然后再看回来亚洲 看到马来西亚 其实基本上已经失控 然后英国也是啊 英国刚刚提到 然后他最近的这个 每日的增加确诊 又暴增起来了 那你打那么多疫苗怎么还暴增呢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有完还没完呢 我们当然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因为在这个段午加节呢 也祝福大家 只不过这一个 New South Wales的这个 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的这个Pilot Program 那其实已经不是news了 因为去年其实 南澳和北林地都已经操作过了 那这一次能不能继续的贯彻到底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感谢您的观赏 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